女人怕男人没死透 来回开车碾压 然而男人就像一个打不死的小墙一样 血肉模糊的他 竟然还能睁开眼睛 原来只要不把他的大脑摧毁 男人便能够一直存在 甚至与他人转换灵魂 女人叫贝斯 她本来是一个事业有成 家庭幸福的心理医生 直到有一天 有个男人找上门 她说自己看了贝斯的书 特来请求帮助 贝斯不过 贝斯没法抵挡小迷迪的请求 便邀请他进来 殊不知贝斯在无意间 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 男人叫维特 他表示自己十分的孤独 毕竟没人相信自己说的话 维特说话时举止一直都很紧绷 他提醒自己的父亲 可以与其灵魂互换 强行占有自己的躯体 之前已经发生过一次 维特为了证明所言非虚 还特邀贝斯到自己家去 贝斯一阵言辞的拒绝了 维特仍然固执的说出 自己的家庭地址 贝斯觉得他的头脑可能有点问题 表示自己可以帮他联系 精神病院的医生 这时维特的手机突然响起 他一脸惊恐地接起电话 在电话中他警告对方 不要再打来电话了 不知道对面说了什么 维特竟突然翻起白眼 全身痙磷趴在了地上 过了一段时间 身体终于平静下来 再一起生 他的神态举止 俨然是另一个人 原来他的父亲赛里 已经跟维特的灵魂进行了互换 但是贝斯还以为 他是精神分裂症犯了 他在与赛里的交流中 意识到病人全然忘记了 刚才的交流 贝斯告诉赛里 关于灵魂出校的事情 赛里自尽地表示 让他不要相信这些胡言乱语 自己没有病 并不需要医治 贝斯出于职业习惯 还是给他了自己的名片 随后赛里起身 调戏了他一下 便消产离开了 在贝斯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 他没办法忘记这个男人 回到家后 不自觉地跟丈夫 聊起了这件事 贴心的丈夫 试图用玩笑开导妻子 但贝斯犯后 仍然摆脱不了 对维特的思念 次日他上班前 脑海中一直想起男人说的话 他忍不住来到了维特的家门前 敲了敲门 却无人应答 门窗糊上了很多报纸 似乎是刻意不让阳光透进去 奇怪的是 贝斯拧住把手后 竟然轻易地打开了门 来到这里后 贝斯看到了自己写的书 走到书房时 发现桌前坐着一个 头发花白的老头 他似乎已经陷入了昏迷 在贝斯凑近的下一秒 老头突然睁开眼 病人喘气 偏念叨着药丸 口袋 贝斯赶忙找到药片喂给了他 原来老头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他就是维特的父亲赛里 赛里也知道贝斯是谁 他表示自己看过贝斯的书 贝斯随即问维特在哪里 他却说几天前维特就失踪了 自己也不知道对方在哪 赛里如今疾病缠身 却还潇洒地吸着烟 贝斯看到桌上摆着一本诡异的手绘书 赛里却不告诉他这是什么 反而调戏起了贝斯 贝斯只觉他冥王不离 背起包准备离开 临走时再次争取维特的电话号码 赛里却直接从抽屉里 拿出一把匕首逼迫他离开 自此贝斯没有再管 回到了日复一日的工作当中 某日贝斯给病人催眠时 却被门口的敲门身打断 贝斯起身开门 看到了多日未见的维特 想到自己还有病人要处理 便柔身的安抚激动的维特后 回到诊室继续工作 再一开门维特却不见了 贝斯心里有一些莫名的失落 晚上他又接到了维特的电话 还说自己阻止不了父亲 言语狠事混乱无序 贝斯放心不下便不顾丈夫的阻拦 开车来到了维特家中 他发现赛里已然发病倒地 便赶紧拿起电话报警 话还没说完 手机却被闪现出来的维特抢走 扔到窗外 维特神情疯狂的对其大喊 你要帮我不要管他 只见维特拿出刀 做事要杀了赛里 贝斯又言语安抚着 从他手中拿走了刀 随后在贝斯的坚持下 从维特的裤子里拿到了药片 将其塞到了老头的嘴中 赛里却已经咽气 维特还不放心 询问贝斯 人死后大脑还能活多久 贝斯以为他神志不清 试图安慰 维特却表示 自己必须摧毁了大脑才行 在这时间 维特再次拿起尖刀 向贝斯大喊 赛里的思想还活着 他还能夺走自己的身体 原来维特在心理诊识发病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次 自己若是再被侵入的话 维特就彻底不存在了 他要求贝斯帮忙把塞里的头砍下 贝斯只觉得 是在跟发病的患者沟通 试图让维特冷静下来 这时 躺在地上的塞里 突然发生了痙攣 这是灵魂转移的前兆 维特一不小心被塞里控制住 塞里在他的耳边 说着一串神秘咒语 突然 二人就同时开始 剧烈的痙攣起来 这是第三次的灵魂转化 一切归于平静后 塞里的灵魂已经转移到了 维特的身体里 而维特则会永远附带着这幅 又老又病的身体 贝斯看着再次 恢复了平静的贾维特表示 自己要将此事报告给医院 并且带他去医院检查 塞里却丝毫不在意 转而诱惑起 心中早已对维特有好感的贝斯 气氛越来越暧昧 二人热烈亲吻 他们在接触中 竟然进行了第一次的精神互换 塞里的灵魂又进入了 贝斯的身体里 贝斯痛苦地意识到 自己竟然进入了其他身体时 这一下不得不相信 之前维特所说的都是真的 他震惊地跌倒在地 塞里只觉得 这副女性的身体非常适合自己 他的贪念又起 塞里表示 自己渴望这副身体 但是第一次的灵魂互换 时间十分短暂 很快一任精卵后 各自的灵魂又回到了原来的身体 贝斯变回真正的自己 他对于刚才发生的事情 感到万分的压抑 塞里则淡定地表示 后面我们会越来越容易的 贝斯还是小瞧了 他的贪婪与自私 这时 维特发现地上本该躺平的 塞里的躯体不见了 立刻抱走去屋里寻找 贝斯惊慌之余 翻看起桌上的那本手绘书 打开发现 里面竟满是乌邪之处 看来这些神秘文字中 就记载着 如何与别人互换灵魂 与思想的方法 书片上 恶魔的眼中还闪着光芒 贝斯被突如其来的意象吓到 不慎将书摔落 书本掉落在地的声音 让贝斯意识到 地板有异样 于是掀开地毯 打开小门下一秒 贝斯就看到了 老人无恙的维特 将指着身体向自己求助 二人纠缠期间 将蜡烛碰落在地 此时赛里及时赶到 抄刀捅穿老人的脖子 直接割下了他的头颅 这时候的蜡烛 已经引然了窗帘 贝斯被血腥恐怖的一幕 吓得赶忙逃命 这一夜真是惊悚又刺激 他连夜寻找自己的好友佩玲 讲述了刚才的经历 作为精神科医生的佩玲 觉得这种灵异事件 根本不存在 他认为贝斯只是在 创造另一种幻想 取代出轨的内疚 佩玲果断将其 纳入精神病患者的名单 于是劝告贝斯 首先要做的 就是对他的丈夫坦白 贝斯哽咽着点了点头 最后他们还是做出了 只有二人之道的手势 贝斯开车回到家之后 却见到了警察 警察询问他 昨晚发生在维特家里的事 发生了严重的火灾 是贾维特让警察 递交给贝斯他遗落的手机 奇怪的是 警察没有看到那句 赛里的尸体 贾维特告诉警方 赛里在前几天失踪了 贝斯松了一口气 下意识隐瞒这件事 因为他知道 一旦说出来这一段诡异的经历 质疑的声音 就会没完没了 等警察走后 贝斯冷静下来 对丈夫坦白自己出轨的事 丈夫男也受伤 竟直上了楼 贝斯伤心的离开这里 回到了诊所 正当他以为事情 赛里又主动找上了门 他还把自己推下了楼 贝斯被噩梦吓醒 醒来后 他开始了新轮的工作 感觉自己的精神 已经回到了正轨 便回到家洗了个澡 赛里这边 则把自己靠在了地下室里 然后悠哉的拿起手机 打给了贝斯 贝斯接起电话后 赛里表示 自己十分舍不得他的身体 说话间 他念起了咒语 二人再次发生了互换 赛里来到了贝斯的身体里 而真正的贝斯发现 自己被靠在了地下室 赶紧回拨电话 却被挂掉 赛里意识到 女人的身体更加舒服后 更想完全占据贝斯的躯体 此时在地下室的贝斯 发现墙面上挂有恶魔图腾 地上的药片 让他意识到 这里就是维特家中的地下室 他的大脑飞速转动 想起自己的朋友佩玲 于是赶忙拨通电话 让佩玲前来解救自己 与此同时 贝斯模样的赛里 约来了贝斯的丈夫 十分主动的和他发生了关系 佩玲很快赶到这里 却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年轻男子 贝斯一直向佩玲解释 自己真的是与人互换了身体 佩玲却把他当成了一个跟踪狂 追问贝斯到底去哪了 维特模样的贝斯 只能说出自己与佩玲之间的秘密 还做出了只有他们知道的手势 正在这时 维特的身体突然发生了剧烈抽搐 这意味着他们即将要换回身体 同时在客厅的赛里 也感受到了变化 一段时间后 赛里回到了地下室 却对佩玲恶语相向 直接赛里直接拿出钥匙打开了手铐 佩玲从男人的口中得知 这只是一场维特与贝斯之间的游戏 贝斯就在他自己的家里 佩玲防备的看了赛里一眼后 转身离开 回到家中的贝斯意识到 刚刚赛里对丈夫做了什么之后 便忍痛要求丈夫离开自己 否则他将会遇到危险 贝斯问别丈夫赶紧开车来到诊所 他觉得自己就算是死 也不会让赛里占据身体的 贝斯下定决心后写了遗书 正在这时赛里突然找上门来 贝斯威胁赛里 只要他过来 自己就自行结束生命 赛里则主动掏出小刀 佯装让其杀了自己 贝斯果断拿起刀 转动着刀刃 使用反射出来的亮光催眠他 在男人放松警惕时 贝斯果断抄刀插进了他的头 赛里立马反应过来 控制住贝斯 二人挣扎间赛里坠下了楼 贝斯觉得他还没死透 连忙拿着刀跑下去 只见赛里的身体还有反应 贝斯惊慌之余 启动车对其碾压了一下又一下 最后男人的眼珠竟然还能转动 他疯狂对着血肉模糊的躯体 连刺无数刀 警车与救护车终于赶来 带走了公然行踪的贝斯 他最终被医生判断为精神分裂 成了好友佩玲的病人 贝斯与佩玲讲述了诊断经历 贝斯仍不觉得赛里死透了 因为他的大脑还没有被摧毁 负责处理维特尸体的法医 专心解剖时 没注意到尸体已经睁开了眼睛 接着赛里第三次念起了灵魂转化的咒语 法医健壮吓得连连后退 这是贝斯的身体突然产生剧烈的痙攣 同样维特的躯体也开始颤抖 就这样贝斯的灵魂第三次转到了维特身体中 他靠着求生的本能一步步爬行着 在外人的眼中就是一个死人离奇复活了 法医被吓得跑出了手术室 已经成功占据贝斯身体的赛里 醒来看到自己被关在了精神病院里 为了得到自由 自己必须转化身份 于是赛里盯上了眼前的女医生佩玲 这时保安赶来对佩玲汇报突发状况 佩玲凌走时叫人看好她 佩玲看到垂死挣扎的维特 终于意识到贝斯所言非虚 急忙给她心脏复苏 却为时已晚 佩玲压抑住悲痛 来到房间质问赛里 却被赛里怼到墙上 二人扭打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 他们从屋内打到走廊上 保安上来一拳就打倒了贝斯的身体 原来二人在接触中 已经完成了第一次的灵魂互换 赛里让保安赶紧射死对方 见他还在犹豫不决 心急难耐地与保安抢夺武器 真直见 手枪掉落到佩玲的面前 他赶紧拿起枪指向赛里 被迫当作挡箭牌的保安 手足无措 这是冰床上的贝斯 用最后的求生本能 举起了与佩玲的秘密手势 佩玲为了让他不再忍受剧痛的折磨 只好开枪送走了贝斯 接着再次将枪口对准赛里 就在这时 他们的身体同时发生了剧烈颤动 佩玲回到了自己的身体 赛里则洋洋得意的拿枪 果断射死了保安 他意图射杀佩玲之时 弹夹却被清空 于是二人再次扭打在了一起 佩玲摸到了地上的手术档 二人开始了剧烈的对决 赛里在此过程中 第三次占据了佩玲的躯体 享受她的生活 影片到此结束 这部影片反转过多 你是他 他是他 在精神疾病的外壳之下 是关于人性的贪婪与欲望 最恶的就是老头赛里 渴望重获新生 所以与恶魔交易 殊不知自己已经成为了恶魔的载体 对此推波助澜的是贝斯 他控制不住对年轻人的喜爱 影片中 贝斯解释了自己对其没来由的着迷 但我想这种欲望不是空穴来风 赛里的主动引诱 点起了他心中的预念 这部电影的叙事节奏还不错 故事设定就引人期待 也适当的结合了血腥 情色 悬疑等元素 这是美国6月份新上映的鲜肉 感兴趣的伙伴可以看看原片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